與家中長輩感情很好的盧廣仲 這次受邀擔任伊甸工藝大使 與高齡90歲的長者阿與阿嬤 一起拍攝工藝影片 呼籲民眾疼惜身邊長輩和照顧者 沒問題 要是我的好奇 頭髮很漂亮 你洗頭髮有電過 很漂亮 在被照顧以及照顧者 這兩種身分當中我覺得 其實都很不容易 所以希望長輩們在累的時候 就直接要休息 因為你們如果太辛苦 我們也不敢 我阿嬤生前很喜歡唱歌 然後以前我阿公都是 我都是看著我阿公 在看我阿嬤唱歌 就是我阿公不唱 他在外面聽我阿嬤唱歌 那自從我阿嬤離開之後 我阿公就 他就突然變得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透過這個 唱歌這件事情來免壞阿嬤 所以我在阿公開始 很勤勞練習 他加入社區的那個 老人卡拉OK的一個團體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常 給他唱歌 然後我在會談吉他之後 我還會幫他伴奏 我跟阿公 你要我拿一個歌本給他 說你要唱這條 我幫你伴奏 能夠參與這個拍攝 還有這個伊甸的這個 老人照顧服務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自己 我家裡我爸媽也是快要七十歲 然後我阿公也是九十多歲 所以這個老老照顧的這個 這樣的事情也是發生在我自己 以及我們每個人在外來都會面對到 所以就是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還有這個活動可以讓社會大眾 去了解這個狀況 然後能夠給予資源 然後讓更多專業還有多元的服務 跟照顧可以去幫助這樣子的家庭 盧廣仲與阿與阿嬤一起做棉花糖 兩人笑得好開心 個性活潑的阿與阿嬤 兩年前中風復發需要照料 年過七十的女兒 為他找到醫店託勞中心 阿嬤一開始還很排斥 經過中心人員細心照顧 加上交到許多朋友 現在阿嬤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他去外面的時候 他很開心吃 他每天下課的時候回來 都會聽話不懂 有人跟我搭訕 我會想說我今天在中心 老師上什麼課程 我還做什麼運動 老人家運動都是我鼻手發覺 他有去種種菜這樣子 在每天裡面有很多同名的室友 所以他也在那邊很開心的 大家交趕又聊天 對 這是這樣子 是 那後來他的身體在中心這一段時間 也慢慢的穩定 是很好 一切都健康 是 真的 因為你連鞋去中心的時候打坐 還是沒有辦法坐 對 沒辦法坐 是 那他就這樣子健康 我也很開心 你去上課的時候 什麼課程 你最感到的 每人都好 每人都好 對 每人都好 我都沒有人來 做什麼我就好 好 你很高興阿嬤 我正在上課後 我都要跟他上課 這很可愛 媽 我又來啊 稍等一會 跟著一擺 但我們很溺 好 你們很喜歡 我就是一擺 所以 那你會不會走 由我去看看 won't you 從我看 根據國發會推估 台灣將在2025年 迈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是65岁以上的长辈 牢牢照顾将是每个家庭可能会面临的议题 一店服务家跟社区 要成为长照家庭的加油团补给站 就是现在的长辈 我每一个人的寿命都是平均年龄都是正常的 那相对的真的就是 当我的长辈90几岁的时候 其实我也面临六七十岁了 那在台湾等于说我们原来从大家庭变成核心家庭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一代照顾一代 那就变成是老老照顾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我们活得久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能够活得好 那等到长辈慢慢老化 他有一些照顾需求的时候 那基金会目前有提供两种服务 一个就是我们去长辈家里 就是我们讲的居家服务 那协助长辈的日常生活起居 包括比较重度的长辈 可能帮忙他洗澡还是煮饭给他吃 还是他有附健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依据医师的指示 提供他一些附健的一个运动 那有一块是我们在社区有做很多 所谓的老人的日托 那长辈可以来这个点 他就走出来我们提供交通的部分 然后让他进来了以后 他在社区他就可以在这个老人日托 接受我们不管是来自身体上的照顾 还是是生活上 还是说他的兴趣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渴望在自己熟悉的地区 因为里面有老朋友 有你知道的你喜欢去哪边吃东西 你个人熟悉的环境 不管是人事物就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希望长辈他是在地安劳的 然后我们在社区提供足够的支持 让他真的是在有生之年 可以多在社区留到最后 真的是不行了才进医院 才到我们所谓的 比较是离开家里的那样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 让他能够留在社区 变老并不可怕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支持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陪伴长辈在熟悉的社区中 快乐慢老守护长照家庭的名字 在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